許多人愛去日本旅遊 甚至於更多的年輕人 因為喜歡日本 所以夢想成為日劇中的那種 高薪上班族 一個月會有一筆錢 然後會含在你的薪水裡面 然後這筆錢就是 這個加班費 我那些是60個小時 60個小時 對 就算我不加60個小時的班 他們也會給我60個小時的加班費 那殘業金對不對 對 今天我們就找來 在日本打拼9年的YouTuber阿倫 讓老師進來告訴你 東京生存的潛規則 阿倫你在日本住了很久對不對 對 我現在住日本大概9年多 9年多 那當初為什麼會想到日本去呢 因為我很喜歡玩遊戲 玩電動 然後因為日本算是電動的大廠 這是正常的嗜好 對 很正常 然後因為玩電動的開始 就會慢慢的玩 越玩越來越想要做電動 好像做遊戲 對 我想要做遊戲的事業方面 雖然說現在也沒有跟遊戲完全不同 對 不過當初是這樣想 然後 有考慮過台灣的市場 可是那時候 因為覺得台灣市場好像 跟日本品牌 好像日本還是比較走在比較先端的 包括技術上 還有就是遊戲 那種東西 Iro 對不對 講日文 很多東西啊 就很棒 就很想要來日本來看看 究竟日本到底是什麼樣子 所以那也是為什麼我會選擇 跑來日本這個月 是 不過也很好奇耶 因為我也蠻常去日本旅遊的 然後我也有在學日文 可是只會單字 到日本工作 譬如說只會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應該不夠吧對不對 對 因為日本他們其實是蠻注重 溝通方面的一個國家 就是不管怎樣 至少要讓人家知道 你想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其實語言在日本還是蠻重要的 那到底要什麼樣的程度 才可以到日本工作啊 一般的來講 如果你是屬於技術方面的工作的話 他們會對你的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你至少要可以溝通 他講什麼你要可以知道 是 當然如果你是去工作 你是需要面對外面客戶的話 那他們對你的語言要求 會非常非常的高 有證照上面的要求嗎 通常證照其實算是參考用 他們比較注重的還是實戰方面 就是你真的能夠跟 因為他們是一個很注重禮貌 也很怕給客戶帶來失禮的感覺 所以他們在語言方面 會非常非常的要求 是 所以你剛到日本去的時候 你的日文就很好了嗎 沒有 我剛到日本的日文超級暗 所以大概是 可以說是零字 我只看得懂五十音而已 只看了五十音 所以你沒有念過日文相關的科系 都沒有 沒有 我在台灣沒有念過日文相關的科系 所以你去那邊 你應該要念語言學校吧 對 我那一開始 我有先去念了一年的語言學校 是 那那一年就突飛猛進嗎 有這麼厲害嗎 應該說一年 你去那邊念了一年的話 其實說真的我在那邊的感受是 跟在台灣比起來的話呢 日本那邊學語言會進步得非常快 是 因為我覺得學語言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環境 你要實際上去用 像我們在台灣如果學的話 那邊學學 我覺得我今天這堂課收穫滿滿 你一出去 夜市 然後你不可能去跟老闆講日文 然後你馬上可能沒有用很快就忘了 對啊 就是台語來溝通 對… 然後因為在日本你上完課 你出去你周圍全部都是日文 所以你必須要去使用你學過的東西 然後因為你有用 然後會更加深你的記憶力 所以就學的速度上會有快很多 是 所以你語言學校結束之後 就馬上去找工作嗎 沒有 其實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我的實戰的經驗還不夠 就是技能 技能方面還不夠 所以我那時候又去念了兩年的 專門學校 專門學校 對 是念了 你在台灣也有念完 就是大學 我在台灣有其實就是做碩士畢業 研究所畢業了 結果我發現好多朋友到日本去工作之後 他們又跑去念專門學校 你覺得為什麼有這個必要 因為其實日本我覺得他們是比較注重你的實力 你的能夠做什麼 然後不是看說你能夠念多少書 對 所以其實真的 雖然說我 因為研究所主要其實就是發想 就是那些東西 那些新的發想 可是如果真的是要 比如說叫我做一個3D模型出來 我可能還沒有辦法做 然後我想要進這個業界 不會3D模型又進不去 好好笑喔 對 只有念那麼多書 不能做3D模型 對 就是之前 因為可能就是你之前念的科路比較不一樣 所以不能拿我們台灣的學歷 去應徵日本工作喔 應該是不能 因為我台灣的經驗 應該是這樣 經驗 因為他們其實就是主要能夠 看的是你能夠為公司做什麼事情 他們不是說你之前念什麼書 他們不管這樣子 是 所以你就是你後來有如願以償 進到你想要去的遊戲公司嗎 其實沒有 就是 好傷心喔 不過有相關 有一點點相關的行業 就是做影像處理方面的工作 影像處理是不是 嗯 那是因為我們是外國人的身分限制嗎 還是有什麼會不會比較難 因為我非常想要進任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開始找工作的時候 已經大概30歲左右 是 然後因為我又是念完他們專門學校 才開始找工作 對於他們來講說 我算是大學新鮮人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大學新鮮人 又30歲了 他們就會覺得 因為其實說明白一點 就是很多遊戲業界 他們都是需要新鮮的感 對 他們會需要 更年輕的那種 對 更年輕的新鮮 對 他們就覺得 我可能年紀太大可能不太適合 所以後來我就慢慢找找找找找 後來就 因緣機會找到了一間 算是比較傳統的日式的公司 是 可是在日本就是 因為我看到很多日劇 我後來就知道說 你那麼愛看日劇 我超愛看的 是喔 趕快問我 對啊 好 那 當然是穿黑色套裝對不對 對 沒有錯 而且要染黑髮喔 對 沒有錯 因為其實 女生要染黑髮嗎 女生要染黑髮 真的 像那種大學 我們剛畢業的那種 他們就職 他們叫就職活動 然後他們 其實就是他們所講的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外型 其實大家都要是差不多的 對 然後他們要看的是你 自己的那個人的應對 然後跟他自己會什麼 所以外觀不重要 所以外觀都需要是一個樣子 統一規格 對 所以就必須要黑髮 再西裝這樣 然後當然他們也會 也有一個說法是 這樣是代表你對這個公司的尊重 所以要穿這樣套裝 是 因為他願意把他個人放下去 對不對 然後 那又說以公司為先 這樣子 對 公司的人也會比較容易知道說 你會些什麼東西 對啊 但有什麼撇步嗎 你認為就是說 如果是台灣 外國人我們去應徵工作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就是還是實力 實力喔 就是你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工作實力就對了 對 一掃紙化之後 其實日本他們對國外的 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大 可是像我跟我朋友 到日本去看房子的時候 他只要知道我們是外國人 去看房子 他們就不讓我們看 很多耶 所以看是買嗎 還是這樣子 對對對 他們就覺得 他有的房子 他就是不希望 有的區域就是不希望外國人進來 對啊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他們即使他們需要外國勞動力 他對我們外國人還是有一定的 我不能講歧視啦 我覺得是因為 其實說真的每個國家都會有歧視 其實就算是台灣 其實我們也是有部分的人 會對外國的人 有些歧視的事情發生 有些 因為日本他們算 就世界來上來講 他們還是屬於比較保守一點點的國家 對 然後所以說他們可能比較 有些比較老一輩的人 比較沒有辦法接受新的東西 他們就覺得 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外國人進來 你們要幹什麼那種感覺 就是所以有些人就會 不自覺就會有散發出 有一點好像有點小歧視的感覺 是 可是明年就要東奧啦 那麼多外國人進去 他們還會排外嗎 其實現在他們好很多 跟我剛到日本 九年前那時候剛到 所以九年前的 2010年的時候 你講起來就有差別了 對 那真的跟現在的氣氛 主要路上氣氛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真的喔 是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外國人還沒有那麼多 是 對 然後可是 就是慢慢的 然後可能因為也是奧運要開始 然後慢慢就越來越多外國人 越來越多人來玩這樣 所以他們也慢慢的開始能夠接受 有外國人在 像一些什麼餐廳也都開始會有出現那種 會講中文的 會講英文的 對 服務生之類的都會有這樣 對 可是你在租 就是在工作職場 你有沒有因為你是外國人 所以被 被 不讓待 我覺得以外國應該是說 我那時候日文還沒有很好的時候 然後 有的時候我會誤解 長官給我的 講的話 講的指令 然後因為這樣子 然後犯了一些錯的時候 不過那當然就不能是 不能夠怪他們在歧視還是怎樣 對 其實真的就是自己的語言 跟日本人不一樣 所以我誤會了一些事情 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時候是有一點點 小受傷的心裡面這樣子 是 但是公司更傷吧 因為做錯事就糟糕這樣 因為這是你在大公司對不對 跟新創還是不一樣 有什麼好壞 首先我覺得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就是一般的傳統日式公司就是 像大家 可能日劇上常看到 像島根座那樣子嗎 非常常加班之類的 然後可能 公司內部有一些 對 像派系內鬥那樣 其實也是會有 那有喔 是 所以就像島根座這樣子 就是他們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什麼 人跟人之間的手腕這樣子 然後有派系這樣子 而且派系就是你不選邊 你自然而然就會變另外一邊 派系怎麼辦 對 那好複雜 對 那個有點太深了 是 可是我一直覺得就是日本的傳統公司 它的優缺點是什麼 你自己覺得嗎 我自己的覺得 首先它的優點就是它的 通常傳統公司是很大的 而且既然叫傳統 他們就是可能從好幾十年 就開始慢慢累積下來 他們有一定的 做事都會有一定的路 通常你只要跟著這條路走 基本上是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存在的 所以也不用創新什麼的 他們可能 我很常碰到就是那種 之前有碰到說 我們現在要創新 不行 現在時代在進步 我們要創新公司上面這樣講的 有可能做一做 你真的又太創新的話 然後他就覺得 他這樣不行 我們現在不行 這樣子可能有些人 沒辦法接受 他們又會被他們打槍這樣 就是其實還蠻 是 他們自己可能 自己也在矛盾 他們自己也很矛盾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覺得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社畜 你知道 下班 對啊 最近有一部日劇 叫做 我要準時下班 對 因為大家很有共鳴 那個女主角 她六點一到 她去打卡 那個直播日理子那一般 對 她就覺得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就是六點要去打卡 因為她敢喝啤酒啊 對 六點半時間半假 因為我其實我之前待的第一間 那間大型傳統公司 其實真的就是像 有點像日劇那樣子 就是如果我太準時下班 反而會被上面的人關心 是喔 對 她怎麼關心你 對啊 在做完事啊 我之前有曾經就是有過 因為我那時候是 我是第一 我們公司第一批用的外國人 然後想說 公司既然會用外國人 那應該是公司想要有所突破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滿懷熱血 剛進去嘛 對 跟大學先先人那種感覺 對 因為那時候 那我就來試試看 歐美式的作夢 就是像我們這樣 就是我們上班很努力 把該做的 對 就很努力的把這八個小時的事情 全部做完 然後我下班就下班 對 然後一開始我有試過這樣子 後來發現 發現呢 就是我做了幾天之後 然後有一次我的組長 我一樣要準時下班的時候 我的組長就把我叫做 就說 欸 阿倫阿倫你覺得 你現在要幹嘛 我說 我要下班啦 她就說 他就說 我就說你下班之後你要跟我說 我就說 因為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跟我朋友有約 我就說我跟我朋友有約 說喔 好… 然後那天是沒說什麼 然後後來我又持續幾天 這樣子的生活之後 然後後來有一天就被他叫做 他說你要 是前輩忍不住了 算是我的Leader Leader這樣子 然後他也是就把我叫做說 欸 你今天為什麼又這麼早下班 我就還說 我跟朋友 我是真的跟朋友有約 我就說我跟朋友有約 然後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就說 阿倫啊 就是我們平日的時間 就是你要留 因為你平日就是要上班 所以你要把平日的時間 逗留給公司 就算是晚上一樣 你要好好留下來加一點班 然後如果你有這種私人的願 你就安排在六日就好了這樣子 對 那時候就聽到那個 然後前輩跟我講一句話 今天你可以接受完 講得好明白喔 直接說欸 對 他就直接問 那是有加班費嗎 沒有 其實日本 我那間公司 它是有一個叫做 ミナシジャンギ 然後其實翻譯中 有點叫做 仕同加班的那種感覺 然後 他是說那個ミナシジャンギ 是說一個月會有一筆錢 然後會含在你的薪水裡面 然後他就這筆錢 就是這個加班費 然後是我那間公司是 每間公司的那個規定不一樣 我那間是六十個小時 六十個小時 對 等於是說我 講好聽一點就是 就算我不加六十個小時的班 他們也會給我六十個小時的加班費 那產業金就對了 對 然後可是另外一關就是 換一個角度想說 就算我加 一直加班一加班 然後我沒有到六十個小時的話 我不會拿到另外額外的加班費 所以到底是加班到幾點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平均起來的話 因為其實東京他們上班的時間 很不一定 有八點上班 九點上班 十點上班的都有 是 對 然後那時候是十點上班 然後到晚上七點下班 然後如果你要把六十個小時 全部消耗完的話 你每天都要至少加三個小時左右 三個小時 所以你等於就是要八九點才能下班嘛 就是如果七點下班 可能你要九點 十點才能下班 可是你們在 因為我知道 台灣有很多的 我覺得台灣的加班無話 有很多辦公室是他們沒有離開 是因為他們就在那邊上網買東西 還是什麼 他們是在那邊混時間而已 可是你們是真的在工作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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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因為我一開始本來也是滿懷樂的 所以想說我就是好好的做完 然後就好好的下班這樣子 然後後來發覺 觀察周圍的同事 其實也滿多人做事 真的都非常的慢 就是他可能一個東西 就確認了非常的久 然後我們可能確認 沒有問題 我們可能就跳到下一個步驟 然後他可能就會一直確認 一直確認 就是他會花費很多時間在一些 對於我們來講說 沒有意義的事情上面這樣子 然後就是 所以後來其實我在那間公司 其實慢慢也開始 因為跟他們同化了 就我開始也不會那麼 體質化了 對 我就開始不會那麼認真的在 在工作上這樣子 是 可能因為大公司的關係 因為大公司剛才有講到 好處跟壞處 好處可能也是因為夠大 然後所以能夠取代你的人 隨時都有 所以說你就可以變成說 我今天請假也會變得非常好請 就 對 甚至當天請假都可以這樣 哇 有這樣的福利 那新創公司 為什麼你之後會跳到新創啊 新創就是因為 其實我那時候也是有一點受不了 就是傳統的公司 因為實在是 上班的時數實在太長 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什麼 對 然後就覺得不行 我這個生活不能再講下去 雖然Pay還好那時候 Pay那時候其實也不高 也不好就對了 對 因為就是傳統公司的框架下 他們薪資的成長其實 每年雖然說都會成長 可是說真的非常的少 是 所以是那個情況之下想要換新公司 對 而且因為那時候我也開始拍YouTube影片 然後就拍我想要有更多時間能夠在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上 所以後來我就找到了另外一間比較創新的公司 就轉職過去這樣子 就轉職過去 那你覺得它跟傳統公司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它的時間運用上很自由 可能因為其實每間公司也會有所不一樣 然後我待在那間公司剛開始的時候是 你只要把工作做完 其實你幾點走它不會關你 是 對 然後其實碎容的時候就其實做得還滿開心 就趕快把那些東西做完 然後回去之後就趕快做我的東西 這樣講起來好像我也有點過勞的感覺 不過就是讓我們有更多時間 可以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還不錯這樣子 是 然後他們的 因為是新創所以他們思想年齡 年齡層其實說真的平均也比較低一點 年輕人比較多 所以就比較好溝通 然後上司也是年輕的 就會很好 比如說你有什麼 新的發想 你跟他講 他就會說這個好 然後可能就真的就開始做了 對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比較有趣 跟比較有成就感的地方 是 我覺得阿倫好像在演日劇喔 因為我看很多日劇 然後都覺得 到底日劇演的是不是真的啊 就是職場上好像有一些那種禮數 好像真的要顧對不對 是 像他說進電梯一定要站在哪裡 都要管喔 有有有 真的嗎 對 有時候這個是比較在那種 像我傳統公司比較常發生 像一開始我剛進公司的時候 他們現在有發一本 就是社會新鮮人要注意的事情 之類的 然後裡面就有提到說 進電梯你要站哪裡這樣 就是如果你是還很 就長官可能要站哪裡 你可能要站哪裡 所以到底要站在哪裡 如果你很菜的話 你就是站在控制面板那邊 你要幫大家按門 對 你要幫大家按的那種感覺 然後通常是最老的 最長官可能就是在裡面一點這樣 對 所以就是越資深的坐 站在越裡面這樣 對…然後那個裡面還有提到說 比如說你要有機會跟長官去坐計程車的話 是 你又要坐在哪裡之類的 是 坐在前面嗎 是要看情況 對 有些地方是坐… 有時候是你要坐前面 然後用的時候是你要坐在門邊之類的 要剛好開門 對…就是依照不同的那種感覺 是 然後什麼G9屋也要對不對 什麼菜的也一定要坐在外面 對… 要幫忙點 對… 通常他們就是… 因為他們通常G9屋會有一個按鈕 可以叫電源 然後通常醉菜的都會坐在最靠近門 然後因為那個通常也都在門那邊 然後就是你要負責觀察 現在大家喝酒 如果快要喝完你就要問他 你還要下一個要喝什麼 然後講的時候你就要叫那鈴 然後叫電源來這樣 是 所以菜鳥不會喝醉 就超滿 菜鳥要控場 控場 對… 而且第一個要先幫大家點那個啤酒 對不對 對… 因為他們一定要先喝啤酒乾完杯 接下來你要喝什麼才能自己喝 對… 他們很有趣一點就是你飲料來了 因為如果長官還沒有開始喝你不能喝 對… 像其實我說台灣朋友啊 就在你公司出去可能 飲料來了你可能就先喝 然後可能如果要… 長官要致死等一下再說嘛 可是日本人他們不一樣是 一定要 全部的人桌上的前面都要有飲料了 對… 乾杯… 然後可能長官對… 長官在開始說乾杯… 然後大家才可以開始喝 對… 這可能也是因為…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 一開始他們都會先點生啤酒 因為這樣最快 對… 你才不會說什麼 我要這個… 你要那個… 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所以他們才會說 とりあえずな… 就是通常就是 總之先來一杯生啤酒 對… 而且還有這個 什麼叫做爆連相 爆連相其實是報告聯絡跟湘談 然後日文的發音叫 報告連絡相談 然後他們從一開始的第一個發音叫 報連相 聽起來在韓文喔 對… 然後日文的菠菜也叫做報連相 所以他們通常就叫做 這個叫做職場的博彩的意思 就是要報告聯絡跟湘談 不管發生有什麼事情 都必須要跟上面的人報告 然後有什麼事要聯絡 然後有什麼困擾的事 你就要跟他們討論收單這樣子 是… 可是你看做事龜毛沒有算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對日本 這個職場最刻板的印象 對… 就認為他們真的非常一板一眼 沒有效率 真的是這樣子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龜毛 其實說真的它算是一個兩面刃 你看它有它好的地方 也有它不好的地方 龜毛的地方就是有時候 你可能覺得 這樣子明明A點到B點 你可能直接這樣 直接過去就好了 所以他們的 可能他們的公式SOP 比如說我必須要先到這邊 然後再到這邊 再到這邊 然後最後才能到這裡 所以他們就覺得 你這樣從A到B 直接這樣切一條不行 然後你就覺得 你怎麼那麼龜毛 那種感覺 可是其實呢 相對的有些事情 按照這種SOP去做的話 能夠更加確保他們的東西 不會出錯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 才會是完美的 所以這也才是為什麼 很多人都覺得 日本東西就是好 我覺得其實多多少少 跟這個也是有點關係 而且道歉也有個SOP嗎 因為日劇都會演那個 像半折十數 一定要土下座 土下座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道歉方式對不對 很慎重的 對 那個土下座 是真的他們是 幾乎沒有比那個 更慎重的道歉方式 不過呢 一定要嗎 自己在日本待著 你有看過嗎 我完全沒有看過 對 因為這真的 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非常非常慎重的時候 像譬如說之前藝人 對 出事的時候 對 出事的時候 他也是用這種方式 對 他就是用土下座 然後日本人 一看到有人用土下座 他就覺得說 這個人真的是 誠意很滿的那種感覺 不過其實說真的 其實說真的 不會像日劇那樣就是 日劇動不動 在土下座耶 說你現在就給我土下座 對 可是尤其是 其實那種像是 其實那時候也有訪問 那個主演那個 借亞人 他也是說 其實這個東西 並不是用在一般的職場上 對 這樣用在職場上 你應該會被消失之類的 是 所以職場都不能夠出頭 棒打出頭鳥 不能太突出 其實我覺得 這跟剛才講到 那個日本有點龜毛的感覺 其實是有點一樣 就是他們覺得說 我就是要像 大家要一起往一個地方 目標移動 然後如果你突然間 比較突出 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不能夠脫離我們的 我們的流程這樣 這樣他們會覺得 反而會覺得說 困擾 對 有點小困擾這樣 困擾ですね 而且他們用的語言 這是非常的奇特的 尤其是有兩個是常出 出現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自己要檢討一下 一個是困擾 一個是微妙 微妙 對… 他們是有寫一個迷惑 迷惑是迷惑 迷惑是有點 你已經有點侵犯到 我有沒有迷惑我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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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點我想要講一下的時候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微妙 有點微妙 就要知道了 問他說東西好不好吃 這東西很微妙 對 他們通常都會懂那個意思 意思就是不好吃 當然不會直接講 日本人 你看我們在學日文的時候 我們學很多否定句 可是在日本人 是完全不能用否定句來說話 對不對 如果當然是跟很好的朋友的話 他們其實還是會講 可是如果真的在職場 或是跟一般的朋友的話 我們其實說真的都會 很深刻的感受到 有一面牆在你們的中間 這樣子 語言的牆 對… 然後就覺得 他們不會把事情說得太實這樣 對… 可是你就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對… 我覺得真的是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你要 跟日本人交朋友這件事情 對… 因為其實日本人跟台灣 這邊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像其實說真的台灣很友善 就是很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 是 然後其實日本呢 他們說真的 他們其實都會有一點點小牆 在擺在自己的前面 是 就是他們… 你很難去跟他們做到 交心的那種感覺 是他們很怕受傷嗎 應該是說他們很喜歡 維持一種 微妙的距離感 對 微妙又出來了 對 微妙的距離感 你又出來了 就是那種 有點似有非無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其實說真的 那時候覺得最困擾的 就是我很想要跟日本人交朋友 可是為什麼 我很熱情 因為就是把台灣人很熱情 就OK 我們下次也去吃飯吧 我們這個月這個週末有沒有空啊 之類的 我可能就會這樣問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覺得 為什麼認識日本人 就慢慢的開始跟我有一點距離 反正認識以後 他跟你開始有點距離 對 就覺得後來才知道說 因為他們是 他們並不是很習慣 用太熱情的方式去交朋友 是 他們可能說我們今天一出來 大家聊得很開心 然後OK 然後我們下個月 也許再過了幾個月 然後又再出來 然後直接慢慢的慢慢的 縮近自己的距離 沒有他們很難這樣 一下子就縮 把兩個人的距離縮得很近這樣 對 講到這我現在應該 有些人滿有興趣 就是日本 想要跟日本女生交往的事情 其實我剛到日本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有 你有抱著這個錯誤的幻想嗎 我曾經也是抱著這個幻想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追日本女生 然後那時候也是很熱情 老婆會不會看這一集 沒有 那時候 跟她認識之前的 OK OK 誰沒有話談過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熱情的想要去 我們下次再一起吃飯 下次再一起去看電影之間 然後就發現女生怎麼就 就消失了 他們就是 就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嚇到 就有點小小心靈 有點受到創傷 後來才知道因為他們 他們交友的方式 並不是像台灣這樣 要怎麼交往呢 他們真的就是慢慢 以上幾個月 對 以上要慢慢 你要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 對 就可能一開始是 很多人一起出去玩 然後說 鄉談盛歡 然後回去 傳一個星期今天很開心 下次再一起出來吧 然後他們 對方一定會很有禮貌的 會說好喔之類的 然後可能之後就沒有聯絡了 那是一樣啊 然後可能這下次又是 比較小群的一些人出來玩 然後還是 因為印象還是很不錯 然後一樣說 真的好 那我們下次再一起出來玩吧 好喔這樣子 然後就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 然後才會變兩個人這樣 對 之後就變兩個人這樣 是喔 這聽起來 比猴子要演化成人類還要久 這樣子聯誼怎麼辦啊 對 所以說日本人他們最容易交到 男女朋友的時候 是學生時代的時候 學生時代的時候 對 他們一出社會真的就 開始就會很難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日本有非常多的婚活 婚活 對 婚活 就是糟糕我 好像該結婚了 就去參加聯誼這樣子 是 那應酬很多呢 真的 真的 時常要喝酒喝到很晚 其實我覺得這個應該要看 你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像 因為我自己的本身工作 是屬於電腦操作 就是做一些東西 技術類的 對 技術類的 所以其實我比較不需要 跟人家應酬 業務類的就要 對 業務類的就會需要 不只跟公司內部應酬 你可能也會需要跟 別的公司應酬 其實說真的 像這邊也有提到就是說 喝酒會不會常常會錯過 末班車 其實說真的 日本人喝酒真的是非常 有趣的一件事 他們會分一次會 二次會 三次會 等等 就是他們可能在第一間公司 喝一喝 吃一吃 喔 開心 然後現在差不多已經 十點了 那我們去第二間吧 我們再去下面一間再出去喝吧 那就二次會 然後可能 越來越開心 然後就會默默的 就會很多次會 很多次會 然後有的時候 有些人喝到後來 就可能自己忘記自己電車的時間 然後就會回不了家這樣子 然後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頂多參加到二次會這樣子 然後 其實日本人他們也知道 就是末班車可能快要到 所以如果你主動提出來 就是說末班車要到了 對不起 我可能要先走 他們通常都會讓你先回去 是OK的這樣子 不過去日本有一個誘因耶 就是說現在有大概93%的 畢業新鮮人 是想要去國外 因為薪水比較高啊 對啊 真的日本比較高 因為日本 算起來好像是三倍多對不對 對 雖然說就以這個薪水的數字來看的話 就覺得 好像日本的薪水非常的好 非常的高 可是其實日本的消費 同樣也是台灣的這樣 到三倍左右 其實說真的 以大學新鮮人 你在那邊一開始工作的時候 你是很高興的 是 對 所以阿倫那個時候呢 你是月光主啊 我那時候真的也是 真的是月光主 真的喔 我為什麼會換公司 換工作換公司原因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像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是在東京 然後東京的房價很高 物價也很高 然後我那時候 一個月薪水大約是日幣20萬 日幣20萬一個月 對 對好 然後呢 你房租多少錢 我房租那個時候是 一個小小的單人房 然後是6萬塊的 6萬塊日幣 所以現在 現在14萬 那你通勤要花多少錢 其實這點日本還不錯 日本通常是公司 他們都會幫你 負責你的交通費 對 所以你的薪水 每個月收到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額外一筆 是你這個月的交通費 就交通津貼就對了 對 然後是時報 算是時報時銷 因為他們有賣一個那種 定期券 對 就是這一個月內隨便做 這一站到這一站隨便做 是 然後那筆錢會給 所以這部分是我們 不需要負擔的 是 然後燈火水電瓦斯 還有網路 那也都是我們要自己 對 都是我們要自己去 那這一家才多少錢 因為是日本沒有吃到飽 這個東西 對 日本沒有 對 所以你那時候 你有簽網路嗎 我那時候有簽網路 一個月對不對 一個月大概三四千日幣 三四千 這樣還好啊 三四千 一千多台幣 日本的手機費用還滿貴的 雖然說現在有那種 比較便宜的SIM卡之類的 可是如果是一般正規的 電信業者的話 一個月大概也是七千多塊 日幣 我現在講的都是日幣 所以手機再加上家裡的網路 這樣就大概一萬塊日幣 一萬塊日幣 對 然後水電瓦斯電費 通常都是五千塊到一萬塊之間 因為有時候夏天 冬天要開冷氣暖氣之類的 也會不一樣 然後電費就是每個月再加一千塊 然後隨費是兩個月算一次 隨費比較便宜 大概兩個月三千多塊吧 是 對 因為在日本的話 我覺得電信費用 這是很多人很在乎的東西 因為日本的手機 如果你在日本買手機 SIM卡不能隨便換對不對 對…他們會鎖 會有鎖法 所以你不能 像我們知道國外去 不是打開來自己換SIM卡換你 在日本不可以 在日本有辦法 對 它要回到原來的電信業者 才能弄到 這麼麻煩 對…真的 在日本買手機真的還滿 所以你為什麼到日本 到國外去買手機就是這樣 而且你的薪水是有扣稅對不對 對 還要再扣稅 還要再扣稅 就是20萬裡面 首先你會先被扣 我現在目前這樣做工作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扣稅大概都會扣到 你的薪水的五分之一左右 五分之一喔 對 它是直接就扣鎖的稅 還是你每年還要再報一次 其實他們公司 我們公司都會幫你先扣錢 所以你之後報稅的時候 是公司那邊會去幫你處理 公司會幫你報稅 所以基本我們這邊就不太需要 去做什麼報稅的動作這樣子 是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這樣子算一算 然後再加上 如果要二次會 一次會 對… 然後再自己… 再為自己買一些東西 你幾乎… 其實真的沒有辦法存到錢 真的沒有辦法存到錢 光是稅再加上房租 其實就先一半就不見了 就一半就沒有了 薪水一半就不見 對啊 還有一些水電瓦斯啊 電信業啊 然後你吃飯啊之類的 其實我那時候吃飯 外食我是給自己定一個 就是每個月不能超過四萬塊日幣 每個月不能超過四萬塊日幣 其實四萬塊日幣 也算是滿難的 很緊啊 對…很緊 就是必須… 沒有辦法每天去外食這樣 對啊 而且至少就是在外面吃 你也不能超過六七百塊日幣 對不對 對…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 牛洞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對啊 吃人家 對… 對… 有時候去吃便利商店那個 因為吃不飽 雖然沒辦法 還不如實在一點 吃一下牛洞這樣子 對啊 可是你現在在那邊九年了對不對 你有沒有到現在都還不習慣的事 還不習慣的事 其實… 其實應該算是還好 我覺得慢慢的不習慣 應該說心態有在調整 就是慢慢去接受一些 我以前不能夠不習慣不接受的事情 例如說 有像小熊 比如說在電車上 是 不能摸別人 這個我之前就不會摸了 就比如說不能夠大聲講話 然後他們的手機一定都會關震動 像我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我可能說這個鈴聲很有趣 如果到時候有誰打給我 旁邊的聽到應該會很好笑 然後可能會有 可是在日本你就完全不會有這種 因為你就沒有辦法使用任何的鈴聲 怎麼會這麼擺目呢 人家就會覺得怎麼會 有被擺眼過嗎 有…已經剛開始一定超級常被擺眼了 對啊 可是你現在在日本 你有應該有很多在地的朋友嗎 有 可是其實說真的 要真的能夠知心的日本朋友的話 其實說真的還滿少的 是 所以如果說你要給一些新進的 就是要去那邊 要怎麼融入當地呢 你自己覺得 其實我覺得你到 不管你到哪一個國家 日本也好 或是美國也好 或是其他的國家都好 首先你要先尊重當地人的生活方式 然後你要知道他們 平常生活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在生活 你不能以我們外國人的心態 就是覺得說 這個不行 我覺得這個不行 我覺得這個不行 可是重點是你要知道 現在是你要到人家那邊去 所以說你要去融入他們 你要去接受他們的一些文化 你才會過得比較開心 然後也會比較自在一點 所以要接受日本融入怎麼樣的日本文化 就像比如說 不要抱持的想要跟人家對抗的感覺 就是比如說假設好了 就是生魚片 我們今天要吃生魚片 然後日本人他們其實是 不會把芥末放在醬油裡面 對…這個很可怕 所以如果你去那邊攪的話 人家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你就要去吃 因為他們是這樣子吃的 然後你就去習慣他們的 吃的方式這樣子 就會更加融入他們裡面的感覺 是 公司那個動作 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台灣來的 對… 還有用那個壽司飯去沾醬油對不對 對… 因為很像肉那一面去沾 是 所以應該我覺得就是 如果想要更了解日本的話 就隨時關注你的文片 關注我的阿倫頻道 阿倫頻道是不是 對… 好啦…下次我們到日本去的時候 再…再騷擾你 好 謝謝… 謝謝… 是… 去 posting嗎 靠包裡